五月七十二十区辆 小型货车由西往东方向 行至珍江区五里亭凤凰路市 一辆小型轿车坠 日前在广东发生一起特斯拉高速撞上小货车 试过现场限速60公里 但特斯拉却时速高达158公里 当时以为是包台 要一出去看 去看的时候就看到两车 小车就撞到那个货车的车底了 车头爆飞了 轮车都飞出来了 车头爆飞 特斯拉驾驶重伤不治 奔格岛上留下长达两到三公尺的破损痕迹 疑似就是因为特斯拉没有刹车 明明都见到有台车 哪里会有这么什么的呢 都是离谱一点 都是应该车有问题 几乎撞成废铁绿色特斯拉 从山沟中吊起 陕西英明明子出价 价装是这台绿色特斯拉 车头还挂着粉色缎带贴洗字 但迎娶的半路上竟失控冲出山路护栏 坠落山沟 中国大陆特斯拉履传车子杀不住 价格却持续上涨 Model 3将涨价1000人民币 约4000多台币 已经是今年第六次涨价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